好,我们下面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23课 就是Lesson 23, Bird Flight 鸟的飞行方式 咱们先打开教材133页 跟老师先读一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好,动作快些啊 打开书,133页 Now read after me,跟我念 Albertus Albertus Sustenance Sustenance Glider Glider Harness Harness Endow Endow Ply Ply Gale Gale Pot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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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在美音中呢,一般都把A读成A这个声音,这么翻译也对 Petridge Petridge 所以Potridge Petridge都会听到,都对 再往后走 Like Like Proportion Proportion Utter Utter Slip Slip Adverse Adverse 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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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是这个书的生词库短语,生词短语呢不是特别多,但重点词却不少,我们来看看这个书中一些比较重点的词汇,那么第一个重点词,咱们先看一看这个,信天翁,这种鸟,我们先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Albertus Albertus Albertus 信天翁 信天翁呢,是一种比较庞大的一种大型的白颜色的海鸟,那我们看,信天翁,It's a large wide seabird,是一种比较大型的一种海鸟,咱们看看这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哎,是这一盏很大的一种白颜色的海鸟,谈到这个信天翁这个词呢,咱们就不得不提提一个著名的一首诗,就是叫古舟子勇,或者叫老水手之歌,The rhyme of ancient mariner,这是英国的桂冠诗人Samuel Coleridge 科勒律志写的一个著名的一个诗歌,It's a poem written by English poet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in 1797 to 1799,他在1797年到1799年之间写的一个著名的诗歌,这个里面出了很多一些典故,我们先看看这个讲的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故事 The ancient mariner is an old sailor who shoots and kills an albertus 这个古舟子呢,mariner在古文中就是表示水手的意思 这个词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我们在史巴克见过这个词,表示水手是比较正式的一个词汇 他是一个老年的一个水手,他开枪并杀死了一只信天翁 那这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看,这个我们知道海员的迷信有很多 但史巴克说过什么他迷信有海豚,有救人的动机等等 他们还有这么一个迷信,你看 The other sailor think that this will bring them good luck and they force him to wear the dead albertus on a rope around his neck so that they will not be punished for his crime 这海员迷信呢,在海上打死信天翁 是不激励的,是要遭报应的,要翻船,人要死的 所以其他那些海员呢,认为呢,这会给他们带来坏运气 所以他们强迫这个老水手,那么在脖子上 就能弄个绳子,把这个死的信天翁挂在他的脖子上 以便于呢,他们就不会因为他的这个罪行呢,而受到了惩罚了 那结果怎么样呢 but all the sailors die,and the ancient man feels guilty and believes he must tell his story to anyone who will listen to warn them to be kind to all creatures 但是你发现,这老水手啊,尤其是他没死 其他的海员都死了 并且呢,这个古舟子呢,就是老水手呢 他就觉得非常内疚,觉得都是他带来的 并且呢,他认为啊,他应该把每一个愿意听的人呢 跟每一个愿意听他讲的人呢 把这故事都给他们讲述 去警告他们,要对所有的生物呢 要慈善,不要轻易地杀生 那以后呢,我们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典故 这么一个习语,叫做an albatros 或者写全了也能写成an albatros around one's neck 就是一只信天翁,或者某人脖子上的一只信天翁 用它来指什么呢 用它来指某人摆脱不掉的累赘,或者麻烦事 就像那个古舟子必须把信天翁挂在脖子上一样 某人摆脱不掉的累赘,或者麻烦事 这个我们看一个例子 The scandal is an albatros around the president's neck 这个丑门呢,就变成了总统摆脱不掉的一个麻烦事 就是这个媒体不依不饶,对它穷追猛打 就好像挂在脖子上的一只信天翁一样 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掌握 本文中呢,又出现了很多其他的鸟类 有一些有些固定搭配,咱们顺便看一看 比如说本文中出现了鸭子,野鸭, duck 出现了鸽子, pigeon 还有出现了像这个小燕子,叫 swallow 还有这这骨,叫patchage,或者多种patchage,都可以 这其中有一些呢,也会构成一些固定的搭配 你比如说那个鸭子, duck 我们就有一个固定的习语,叫lame duck 这个lame叫瘸腿的,薄脚的 lame duck字面意思是薄鸭,瘸腿的鸭子 它在生活中呢,在阅读阵队中,咱们也见过 它是指什么呢 它可以指那些任期将满的那些领导人 他说的话呢,已经不算数了 为什么?你说的话,你都快下台了 那新领导来被捕就变卦了,对不对 所以叫任期将满的领袖 现在说话,大家已经不那么听了 叫lame duck 看一个例子 With 11 months left to go in his second term George W. Bush looks more and more like a lame duck president 那么离他的第二届任期呢,只有11个月之久 那么马上任期将满要下台了 所以这个小布什呢,看上去越来越像一位博鸭总统了 他尽管也说了很多话,但是听的人好像不那么多了 就并不像刚上任时,那么样的说话那么惯用了 就博鸭 还有另外一个搭配也用的叫做sitting duck 就鸭子坐在那儿了 鸭子如果坐在那儿,等着让你打吧 所以sitting duck就坐以待毙者 坐以待毙的人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With all their bullets all gone, the soldiers were sitting ducks for the enemy 前面这个with构成的是一个独立主格结构 在这儿做原音状语了 with后面加的是逻辑主语, their bullets 后面飞味动词用的是all gone 这标准的独立主格结构 咱们说过 因为他们的子弹完全打光了 现在这些士兵们呢 对敌人来说就成了这个火把子了 坐以待毙的人了 所以sitting duck就坐以待毙者 没有丝毫这个还手能力 只能听命他人摆布 或者翻译成火把子也行 这是这个大构成的固定搭配 同样那个pigeon呢 指鸽子的时候呢 也有一些固定的一些用法 可能很有趣 比如说carrier pigeon 这固定的短语叫做信鸽 就是能够给送信的这个鸽子 信鸽叫carrier pigeon 这个在阅读中也常见 还有像pigeon chested 或者叫pigeon breasted 叫鸡胸脯的 就是这个胸啊 胸骨过分的隆起了 咱们叫鸽子胸的 像鸽子胸一样 胸骨往前拢 这鸡胸脯的 这是个形容损 或者我们用pigeon toe的 像鸽子的脚趾一样 这叫内巴字 这叫内巴字 这脚有点毛病 脚往中间这么拐 有点像鸽子的脚 叫内巴字的 这个也讲 这是pigeon 但是不要跟另外一个鸽子搞混 pigeon用这个词表示鸽子 多强调这个动物性 就鸽子这种动物 但是还有一个鸽子 叫和平鸽 叫dove 大家一看就是我们的得福巧克力 叫dove 对吧 但这个一般都表示和平的象征 我们吃鸽子肉 一般都是用pigeon这个词 而dove是和平的象征 有的时候也被称为叫 政治上的鸽派 就是或者叫和平派 绥靖派 主祥派 他不愿意打仗 跟他相对应的 有一个叫hawk 就鹰 这个只是鹰这个动物 但也能表示在政治上面的鹰派主战派 就比较咄咄逼人的这种主战派 而dove是绥靖派 组合派 或者歌派 这个比较有趣 放在一块 把他记住 好 这第一个信天梦 跟老师相关词 看到这 下面一个 我们再看一看一个重点词 就是比较大个的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先读起来 sustenance sustenance 可以表示食物 营养 生计 或者做抽象的含义 持续或维持下去 都行 他第一个意思呢 表示食物 营养 或者赖以谋生的生计 叫sustenance 我们先看第一个意思 他表示 nourishment 或者food 营养 食物 或赖以活下去的生计 都可以用sustenance 这个词 咱们看到未来四十六课 就会出现这个意思 我们看在二百六十八页的 第二十八行 中间靠后一点 到第三十行 二百六十八页 第二十八行 后面一点 到第三十行 这是个难句 咱们大概分析分析 他说 The long hours in the office or the factory bring wisdom as the reward not only means of sustenance but a keen appetite for pleasure even in its simplest and most modest forms 他说 在办公室 或者工厂里 这些漫长的时间 很多长长的小时 的漫长的时间 给他们带来 作为他们的回报的是 brain 是个急无动作 急无动作后面 没有加比喻 就先加壮语 第一个 wisdom 给他们带来 第二个壮语是 as the reward 作为他们的报酬 酬劳 那说明肯定 比喻后制了 要不然这句子就错了 为什么比喻后制 因为比喻太长了 比喻在哪 not only 一直到but 在家到剧末 不但有这句 叫那个 所以因为比喻太长了 先说两个状语 带来是什么 不但是赖以谋生 活下去的手段 我们第一个 要赚钱 养家 买面包 赖以谋生的手段 并且还是一个 热血的愿望 还给他们带来的 热血的愿望 but 不能翻这淡湿了 而且因为钱 没有拿弄了一个 固定搭配 而且还有热血的愿望 愿望 什么呢 就是对乐趣的愿望 甚至是最简单的 最平凡的 行使的乐趣 哪怕下班了 下班相习 也是好的 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这种追求乐趣的愿望 恐怕也没有了 这谈到工作的作用 这出现个 必与后制 在这里面 这个sustinant 翻译成 营养 食物 生计 活下去 但是我们 他还有第二个意思 表示 维持下去 持续下去 表示这个抽象含义 也是有的 咱们同样看一些例子 第二个就 持续下去 维持下去 你比如看这句话 elections are essential for the sustenance of democracy 这个选举 对于民主的持久 持续下去 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这个官员独裁了 恐怕这个民主制度 就无法维持了 所以民主对于 这个选举 对民主的维持下去 是至关重要的 是维持下去 持续下去 表示这个意思 它的动词形式 都来自sustain 这支撑 持续 使持续下去 我们食物营养生计 也是让你生命 持续下去的东西 所以这个支撑 支撑 维持 使持续 我们读一下这动词 sustain 注意这 后面中读 这个生态要震动 不要读sustain 要浊化 在那边 sustain 就维持 支持 持续下去 支持 维持 支持 那么后面这形容词 是同根的 叫可持续性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sustainable sustainable 这可持续性的这个词 现在很流行 你比如说 我们经常说 sustainable growth 可持续性增长 而不是节字而语 这种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性发展 还有我们常说的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可持续性发展战略 后面的战略 就是strategy 这是sustain 还有它形容词 可持续的 sustainable 咱们看一些 阅读整体的片段 先看一道 考研整体的这个片段 阅读整体片段 anyone can see this trend is unsustainable 在1950年 美国花在 卫生保健上的开支 大概有127亿美元 我们说billion 是10亿 12.7个10亿 就127亿美元了 那到了2002年的时候 这个开销将 暴涨到多少 1540个10亿 那是多少呢 就是大概有15400亿 美元 任何人可以看到 这个趋势根本是不可持续的 不可持续的叫 unsustainable 再看这阅读整体下去 就出现了动词了 It feels him well willing to try to reverse it 然而几乎没有人们 看似愿意呢 去扭转这个趋势 我们说了 Some scholars conclude that a government with finite resources should simply stop paying for medical care the sustained life be on a certain age say 23 or so 他说呢 有一些学者 他们得时简直说呢 一个资源有限的政府 finite 咱们说 就有限的 它的反应词 下面叫in infinite 但是finite 就是发i的声音 资源有限的政府呢 干脆 similar是语气 干脆应该停止呢 为了医疗保健 去支付费用 什么医疗保健 that sustains life 维持生命 所需要的医疗保健 停止为它付费 到什么时候 超过一定的年龄 比如说 活了83岁以上了 这个83岁左右 你要再长寿的话 政府没钱了 83岁以前 我给你花钱 以后就干脆 就不给你花了 维持生命 就是sustained life 就是维持支撑 用这个词 我们看到这个 好几个跟它 这个类似的词 都有类似的评写 你先sustained 叫它支撑 或者维持下去 支撑 维持下去 maintain 是保持 或者保留 这个状态 那maintain 也可以表示 某人坚持 认为坚称 本来也要保留 保持 还有书面 于retain retain 最后表示 保留保持 这个行业 跟maintain 是同一词 但retain 更文艳一些 叫保持 某个状态 保留这个状态 detain detain 可以表示 这个拘留了 把这个人 拘留在这 不许多走了 扣留拘留 拘留 还有attain 都知道 就实现 完成 达到 对吧 contain 更熟了 叫包含 里边装着 容纳着 盛着 对吧 再不说 obtain 表示获得 得到 obstain 叫弃权 放弃 最后注意 又有个着话 大家知道吗 obstain obstain 弃权 或者放弃 咱们再看一道 六级真体 这是单选 他说 the branches could hardly 什么 the weight of the fruit 这些枝条 几乎不能够 怎么样水果的重量了 我们一看 retain 保留保持这个状态 保留这个重量 这讲不通 sustain 支撑住 维持下去 这个对了 支撑得住 维持下去 对了 maintain 还是保留保持 普通生活 坚持认为都不同 remain 表示一直是什么 这系动词 后面加表语了 更不通了 只能选B 支撑 维持下去 好 这个sustain harness这个名词 相关的词汇 我们放在一块 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 跟老师 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做名词 动词都行的 这样一个词 先大声来读一遍 read up me harness harness 它本来呢 是这个 名词 叫做马具 叫套马的 什么马鞍子 什么马鞍颤 等等等等 这马具 这一套马具 叫做 我们再读一下 harness harness 但是我们在生活中 一般多当动词来用 就是控制 并利用自然力 因为马就是动物 我们利用马的力量 用马具 不是套着马 让马带着怎么走 所以控制 并利用自然力 尤其是什么 风啊 浪啊 潮汐啊 控制并利用自然力 用harness 我们看例子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interest in harnessing wind and waves as new sources of power 现在有很多人呢 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什么呢 就利用风和浪 作为新的能量的来源 有大量的兴趣 我们可以用人成主语 就是有很多人 对利用风浪 作为新能源形式 比较感兴趣 可以这么来说 对吧 这个harness 是控制并利用自然力 这是名词当动词来用 名词动用呢 在英语用的特别多 书面中也有很多 我们看几个例子 你像table 做名词是桌子 做动词呢 可以表示搁置什么东西 把这东西搁在那儿 先不管呢 搁置 暂时终止 搁置 你像table a proposal 把一个建议 暂时搁置 table a bill 把一项法案 想搁置 先不理睬 叫搁置 对吧 这有桌子来的 那椅子chair呢 也有当动词用法 chair 做动词 可以表示主持 我坐的椅子事 大家都听我说 主持 比如说 would you like to chair tomorrow's meeting 你乐不乐意主持一下 明天的会议呢 坐在椅子上 让大家听你的 主持 还有像implement 这个implement本来是表示 这个户外的体力工作的 大型的这个器械 尤其表示户外干体力活的 打铁仙啊 打爬里啊 这种户外体力活的工具 以下我们经常说 farming implements 就是农具了 这个干农活的 这个这种工具 那么implement 做动词来用呢 就是实施去执行 拿着工具去做事情啊 实施执行 可以用implement 我们看一下例子 implement a plan 实施一个计划 具体去做 implement a policy 实施这么一个政策 implement a UN resolution 实施或执行 一个联合国的决议 实施 resolution 可以表示决议或决定 都可以 那么还有呢 你看我们还有一个词 叫gear gear本来是表示 齿轮或者变速装置 齿轮或者传动档 变速装置 那么做动词来用呢 就调整什么以适合 变速吗 不速度快一点 慢一点调节吗 所以调整以适合 这个大笔叫gear something to 或者toward something 调整前者 以适合后者 咱们看看一个例子 他说 he geared his speech to a conservative audience 他今天的演讲对象呢 这个观众呢 比较保守 所以他调节了 他的演讲内容 以适应这个更保守的 这么一群 听众或观众 audience在一个剧场 一个礼堂里面 是一群 所以在这用单数 是对的 调整以适应 咱们再看看 同样看考试真题 下面还是一道六级考试的单选题 你看他怎么说 他说 ever since the rise of industrialism education has been什么 towards producing workers producing workers 就是产业工人了 ever since从那以后 一直怎么样 自从这个产业主义 或工业主义的这个兴起 rights可以变成这个兴起了 教育已经被什么了 以什么什么产业功能 harness 控制 并利用自然力 刚讲完 这不通了 hedge 孵带 孵带 更不对了 motivate 表示给某人动力 给他以动机 激发他 激励他 教育被激励 面向什么产业工被接 这不通啊 只能学生吗 学生低了 教育被调整 以适应产业工人的需要 原来教育呢 是教育学生 现在教育那些大老初工人 那教育必须做相应的调整 就像齿轮 传动装置 把速度变快变慢一样 这是用gear 这个词是对的 所以这个词 我们看到harness 名词动用 是个特色 相关词汇 跟老师一块记住就好了 这个单词 我们看到这 下面我们再看看 这个资助 或者是赋语 这两个意思都特别重要 都是书面语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这单词本身 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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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就是资助 就是给你钱了 帮助你了 资助 我们看英文解释 indow表示 to give a large amount of money to pay for creating a college or hospital or hospital etc or to provide an income for it 就是我们给你一大笔的钱 来干嘛呢 来建立一所大学 或者成立一家医院 或者是呢 为这个大学或医院的提供一个收入的来源 等等呢 就是资助 或者捐助 这个大配就indow 我们看 也是一到六级考试的单选题 你看 这个怎么说 应该选什么啊 some american colleges are state supported others are privately 什么 and still others are supported by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它说有一些呢 美利坚的这个大学 是由国家来支持的 就是钱从国家这给 还有一些呢 是私人怎么样的 还有其他的呢 是由宗教机构 他们来资助的 那么我们看 跟support并列 支持资助吗 应该选哪个词呢 只有d indow 符合上学的语境 a选一下insure是确保保证 这个不通顺 attribute是归因于什么 归因于更不通了 authorized是授权嘛 这更不对了 要跟资助 有国家资助的 有这个support 它本身有支持 用钱来支持 去资助嘛 有宗教团体资助的 还有私人去资助的 就公立大学 私立大学 还有宗教团体的教会大学 就这个意思 这个选地 是正确的 这是资助 但是它第二个意思呢 也更常见 本文中用的是第二个意思 就赋予 表示这个意思的技术搭配 这搭配叫 endow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就是给某人 天生赋予了某个东西 这个endow这个词强调啊 一出生就有 天生就具备 天生就具备 比如说 she's endowed with both beauty and brains 这个女孩子天生 聪明 美貌 财貌双全 就是她被上帝赋予了 一出生就有呗 基因好 长得漂亮 而且有头脑聪明 这个brains不是大脑 人一定有大脑了 这个大脑不可数 brains用复数 一定翻译成intelligence 或者cleverness 机灵聪明 而不要翻着大脑 她为什么不用intelligence呢 因为intelligence就不押韵了 beauty and brains 这手韵嘛 都是but but开头的 固定搭配 记住就好了 这牵称就有 再看我们在著名的那个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by 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伯迅写的 独立宣言中 也出现这个endow 咱们做复习 咱们以前见过 咱们开始怎么说的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ive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她说了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 大家还记得吧 第一个是所有人生态平等 第二个呢 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能剥夺的权利 be in doubt with 美国人天生就有这样的权利 在美利坚和中国本土初出生人 就是我们美国公民 一出生就是权利 在这权利之中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有生命权 自由权 还有对幸福的追求 这个权利 be in doubt with 被赋予 那么我们再看个一道 当年的托福语法考题 这是一道改错 这是老托福的语法改错 这个ABC的问题哪错了 它说nature not only gave the middle Atlantic region fine harbors however endowed it with a first class system of inland waterways 大自然 不但给这个大西洋中部地区 给它了非常好的海港 而且还给它赋予了低流的内陆 就是交通航运系统 哪儿别扭啊 however别扭 因为前面not only 后面得用but 不能用however 不但而且得用but 这个c错了 a呢 nature 大自然 不可处名词 是可以的 b呢 良好的海港 没有错 or是美食品系也没错 这c呢 endowed a with b 把b复语给a 也没错 只能是c错了 however 应该换成but就好了 那么表示赋予呢 咱们在24个 还会看到一个重要搭配 跟它类似 这叫invest somebody 或something都行 都可以 with something 把后者 复语给前者 但是这个呢 就不一定是先天具备了 它慢慢强的是 后天获得的 而indow的强的 先天就具备了 同样我们看一些例子 being a model invested with a certain glamour 那作为一个模特 给他赋予了某种 独特的魅力 glamour 就是人的魅力 把后者给牵着了 再比如说 the crimes committed there invested the place with an air of mystery and gloom 在这个地方 发生那些碎案 给这个地区 蒙上了一层 阴森诡秘的一种气氛 把后者给了前者 gloom 就是阴沉 昏暗的意思 后者 付给前者 那么 还有我们在未来 第24课 马上就会讲到的 我们看在 138页的最后两行 138页最后两行 他说 if we glimst the unutterable it is unutterable it is unwise to try to utter it nor should we seek to invest with significance that which we cannot grasp 这是怎么复习 咱们以前讲 句子结构的顺序变化 咱们说过 如果我们不经意间看到那些 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 你非要把它释出 说出来 这是很不明智的 我们 nor 也不来引导 并列的否定句 我们也不应该释出 说的是部分道庄了吗 因为nor是否定词嘛 施主怎么样呢 给那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 负予任何的意义 invest a with b invest后面有并语的 他直接加了with significance了 说明并语后制了吧 又是因为并语太长了 并语是什么 that's that 后面在这定义重句 我们不能够理解的那个东西 负予任何的意义 significant 配备了meaning意义 这是改变语句 invest a with b 因为a太长了 变得invest with b a 那还是来自负 这个意思 好 这是我们看到 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词 indale 相关词汇 可以放在这 一块把它记住 这个词跟老师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推进力 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点 proportion proportion 这个词 这个词表示推进力 尤其是什么车呀 或轮船呢 或火箭呢 背后的这个推进力 用proportion这个词 咱们看到它的动词有重要的多 就是推进 尤其是背后一个力量 什么飞机呀 轮船的火箭呢 背后有什么燃料啊 在推进它 推进 大声来读一下 propel propel 这个表示推进 推进或者驱动 咱们看例子 这就是当年六级 这个单选题 他这么说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eacher the pupils are building a model boat 什么by steam 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这些小学生们 正在搭建一个模型船 一个船模 被蒸汽来什么的 用蒸汽当动力推进的吧 一个选哪个 只能选低了 propel by steam 就好了 这是蒸汽当动力的船 A选项 tow 咱们13个讲过 只是把出事的交通工具 把它拖走 拖到修车场去 这个不同顺了 press 按压下去 toss 是抛上去 把这东西抛起来 扔起来接住 抛起来 我们辗转反侧 是不是讲过 toss and turn 就是辗转反侧 哪一种名 这是toss 抛起来 不对了 propel 是推进 都用蒸汽当动力 来推进的 这么一个船 再比如说 再看另外一道 也是六级的单选题 很多类型的岩石 从火山里边 怎么样了 就作为那些固体的 碎片状的物质 as 就是借此 作为 solid是固体的 fragmentary是碎片状的 咱们第三册的第三个 无名女士讲过 名字fragment 就碎片状的一层 很多类型的岩石 被怎么样了 这个flung 动作是flang f-l-i-n-g 投掷 抛掷 扔 用力去扔 但是这个好像 并不是往前去扔东西 这么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有问题 propel是用动力 在推进交通工具 什么车呀船 用什么当动力 这个往外边 喷岩浆 喷岩石 这个好像也不太对 eject 这个差不多了 喷射发射的意思 这个 jacked 本来就是抛制 字幕翼就是向外的意思 eject 喷射出来 发射出来 火山喷发 这是正确的 而inject 方向反了 是注射进去 打针 往里边 阿易云是进去 jack是发射 往里边发射 注射 打针 这个部队 只能选c 正确 这是propelled 这个有字根 咱们说过一次 在三次就讲过 pel本身可以表示推的意思 那你看这一大堆词都会了 propelled 是推进 为什么pro向前 往前推 repell 表示排斥 或者令某人讨厌 为什么呢 re可以表示back 向回 push back 推回去了 排斥 或者令某人讨厌 还可以用什么呢 还可以用这个expell 开除 ex表示在外面 推到外面去了 push out 就开除掉它 dispel 就驱散 或者消散 打散 这个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pel是推 dis表示从中间 向四面八方 从中间向四面八方推 那是驱散 或打散 或打消某种情绪 也行 还有像compel 和impel 都是push的意思 这个com 表示在一起 大家一起推 所以这个push 这个动词 更强调外在的压力 大家一块推 这个im或者in 可以表现里边的 那么在p前面 不能用in 一定用m 里面有令人推 所以这个push 强调内心的动力 你可以由自根 把单词的变析 给看清了 咱们看一下例子 你看这固定搭配 be或者fuel compel to do 觉得必须做模式的 它不是 迫使某人吗 某人必须做呢 用被动了 必须做模式 但这个多强调外在的压力 你比如说 President Nixon felt compelled to resign 你一个次总统觉得 必须要辞职的 impelled呢 可能有类似搭配 be或者feel impelled to do 也是觉得 必须做模式 但这个多强调内心的动力 你比如说 I feel impelled to point out that you are making a dangerous mistake 我觉得必须要指出 你现在正在犯一个危险的错误 没有人强迫我 但我看你犯错 怎么能不管呢 我良心不安 内心的动力 好 这是我们看到 propulsion 相关的propel 含义 以及同根词 放在一块 不得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 跟老师看到这儿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 比较复杂的词 叫不利的 或者相反的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adverse 读快之后 那个的几乎听不到了 因为的是爆铺音 爆铺音后面出现 其他辅音 接下an 舌尖点住 憋口气 再翻那个ver 注意v上压 出下唇 在里面 adverse adverse 那个的几乎听不到了 但得做这个动作 停一下 再翻verse 对吧 就不利的 或者相反的 我们看一些例子 用在什么场合呢 比如说 adverse effects 表示不利的影响 消极的不好的影响 对吧 adverse weather conditions 不利的天气状况 今天我们要去爬山 天气状况不好下雨了 同样的adverse circumstances 不利的环境 就咱们常说逆境了 这未来在课文中会碰到 还有呢 adverse wind 就是我们常说的逆风了 对我很不利的风 这个迎面出来逆风 adverse criticism 叫非难指责 对你很不利的一些评论 一些评判 一些批评 就非难指责 这个咱们看一道 突福阅读理解的片段 in the catalog to their first exhibition they actually invited adverse criticism but only because what they feared most was indifference 在他们这个首次展览的这个名册 介绍中 这个catalog可以表示什么 一个展览里面的什么 目录啊 有什么内容的简介 他们其实啊 是征求大家负面的一些非难指责 但是只是因为呢 他们最担心的 是大家的冷漠 所以欢迎大家批评 你批评我 比不理我强 这是负面的一些评论 非难或者指责 咱们再看课文中的例子 未来三人三个还会碰到 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 195页的第一行到第二行 195页的第一行到第二行 有这么一句话 A man without an education many of us believe is an unfortunate victim of adverse circumstances deprived of one of the greatest 20th century opportunities 这句话结构咱们讲过 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我们很多人认为 是一个不幸 逆境之中的不幸的受害者 逆境的受害者 逆境 就是adverse circumstances 固定搭配 为什么deprived of 是过去分词短语 当原音状语 因为他们被剥夺了 被剥夺了吗 因为过去分词 被剥夺了 20世纪最重大的机会之一 就是受教育的机会 这是很不利的 不好的 它的同根的名词也很多 你看这个词 直接可以反正逆境 我们大声先读下 adversity adversity 表示逆境 这个词多做抽象词不可输 你像adversity makes a man 逆境会造就一个 大老爷们 就是逆境出人才 刚才那个adversed circumstances 那个表示逆境 它必须用复输 因为circumbrance 习惯用复输 但这个词一般做不可输名词 就是很不利的情况 逆境 adversity 我们再看看这个当年 还是六集阅读真题的片段 你看那怎么说 I played basketball alongside famous players and the team I now coach the New York Knicks has recovered from nearest of adversity to become a major contender in the 1990s 他说呢 我在当初 与那些著名的运动员 并肩来打篮球 alongside 表示与某人并排并肩 但是我现在值得 这个来当教练的 这个球队 coach 就给某人当教练 所作的名词呢 就是教练 或者长途打巴士 长途汽车 都行 那么这个球队是什么 纽约尼克斯队 咱们喜悟看NBA的朋友 都知道 这是一个NBA的球队 从多年的逆境中 已经恢复回来了 recover 就恢复成城状态了 并且成了 1990年代的 主要的 这个一个 这个有力的竞争对手了 竞争者了 就是在NBA的一支强队 对手 或竞争对手 叫contender 这是逆境 这个名词 还有一个叫adversary adversary也是名词 叫什么呢 叫死敌死对头 某人的死敌死对头 我们大声跟老师再读一遍 adversary adversary 注意在这 依然是名词 这个到了24个 咱们还会碰到 咱们甚至用它来看看 一个直译的 老直译的 类比反应词题目 这种题目现在不考了 但是很有趣 咱们可以看一看 它提干呢 两个单词 你判断是什么逻辑关系 ABCD五个 哪一个逻辑关系跟它一样 那么这个两个单词之间是什么意思呢 顾问 它的作用就是劝告和建议 对吧 你找顾问干嘛呢 对不对 Adversary是死敌死对头 Vanquish是击溃打败 死对头的作用并不是击溃 我们要击溃死对头 这个逻辑关系不对 Steward是管家 Squander是浪费 管家的作用是浪费吗 不 它是避免浪费 对吧 这个错了 Shipron叫看护妇或年长的女伴 在欧洲原来呢 大户人的小姐 在家里边呢 害怕跟别的男的去乱搞 他们就找一个中年的妇女 天天看着这个女伴 避免她受到其他人伤害 或者跟其他人私痛 Escord 陪伴看护保护 这个对了 Shipron的作用就是Escord 选C正确 那D呢 Disciple是弟子 弟子门圣 Lead是指导指引 弟子是被指引的 他的作用不是指引呢 D不对 Mediator叫做调停人 中间人斡旋的人 Dispute是争端 调停人调停的目的是争端 他的作用并不是争端 所以人和他的作用这个关系 那么所以选C是正确的 这是一道执意真题 也很有趣 好 这个单词我们跟老师就看在这儿 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三课最后一个生词 最后一个重点词就是预兆或者征兆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 Omen Omen 这个前面咱们造句曾经用过 这个Omen这个词 对吧 这个我们复习复习 极兆 极力的兆头 A good omen 对吧 那么还可以用 An auspicious omen 极力的兆头 咱们是复习 18个讲过 回忆 凶兆 我们说不是凶兆 凶兆 凶兆 凶兆的兆头 A bad omen An ill omen 或者是An ominous omen 还记得吗 这是在以前讲过复习 咱们复习那个句子看还记得吗 中国人长期来迷信 看见喜鹊会有好运气 咱们先复习18颗的句子吧 你看104页的第一行 There has long been a superstition Among foreigners that 我们再写同一兆兆内容 他说在海员之间 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迷信 咱们中文翻译 海员们长期存在的迷信 海豚会救人 对吧 我们在这中国人长期来都迷信 咱们说在中国人之间 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迷信 不就行了吗 咱们复习复习怎么说 There has long been a superstition 赵超 我们在什么之间 Among the Chinese 我们在这同一兆兆 That seeing a 喜鹊 magpie Will bring you good luck 但我们说了 Bring you good luck 这动词太简单了 咱们可以证实一些 怎么说呢 It's a good omen 是个好的赵头 我的更证实一些 It's an auspicious omen 吉利的赵头 对吧 好 再练一练 我们试试那句话 中国人长期的迷信 听见乌鸦叫是不吉利的 我们还是说 中国人之间 有个长期存在的迷信 好 这个句子 我们看到这 23课的生词短语 跟老师就学的是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 请不吝点赞